全世界寡妇隐藏的痛苦 这是联合国总部一个艺术展览的主题 在一些承认妇女权益的地方 一些妇女成为寡妇之后 她们的财产土地甚至儿女都被抢走 皮图士乐队烈农的寡妇小野养子 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妻子谢力都说 这是应对这种不公平的时候了 全世界有超过1亿1500万寡妇生活困苦 饱受歧视 垃圾伦巴罗比眼见自己的寡妇母亲受苦 要求联合国确认联合国寡妇日 她要求立法禁止抢走寡妇的财产 寡妇经常被忽视 特别是在战争地区 现在联合国尝试 提醒全世界有关寡妇失去权利的情况 就能够起来 需要趋约的假训 让你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颜色 您的这个程度知道 您当然在到复权